字幕by award 公版 第五位MV Hello 大家好 我是红微朵 我們今天呢 又要繼續翻開我們的四服日記 來觀眾 我們上一集呢 不就是... 前往了伊索杜蓋的汪汪雕像 然後呢 在汪汪的雕像體內做了一些惡整 相信汪汪應該還是感覺 非常非常高興啦 那然後呢 我們今天好像... 沒錯 我又一段時間沒開了 目前有一個包裹欸 這是什麼 聽說貓咪有九條命 MSG小隊留的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哇靠這什麼東西 哇他們在我的木桶裡放了 這麼多不實圖筒喔 他們是我蓋那個 突襲塔是不是啊 那就要聽有趣的 以後有機會的話 我應該也會想要蓋看看突襲塔 不知道好不好蓋 如果知道的觀眾可以留言 直接他們告訴我 那我們今天的話要做什麼呢 今天的話呢 我想要 要開始來養我們前幾集啊 最想要養的東西啊 月靈 不過其實我現在對月靈的一些 資訊啊其實都不太理解 但好像月靈是沒有辦法飼養的是不是 那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帶個酸繩啊 那好這邊有一些 弱馬在我們家嘛 我們只有直接把那個酸繩拿掉 直接拿這邊的酸繩去 去試著看能不能抓月靈回來好 三個的話應該就行了 吧 OK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 前往我們上市去的那個 掠奪者前哨上吧 哦 找到了找到了 應該就是這個吧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月靈哦 哦 又又又又 還好還沒被別人抓走 我們趕快把這些就是掠奪者殺一下 畢竟我不確定月靈會不會 被掠奪者殺掉哦 感覺上應該不會吧 但 以防萬一啦 好不好 以防萬一 好 好 我們趕快把他放出來哦 然後他們 哦 他們可以用酸繩抓著走 可以嗎 可以耶 水哦 所以說我們至少可以帶三隻回家 只不過這邊有四隻耶 有四隻的話怎麼辦 是不是我把東西給他 他也會跟著我走 哦 他他拿著一個怪怪的東西 小心小心我們快走了快走了 走開啊 我們快走 我們快走了兄弟 哎呀怎麼剩兩隻 好像給他們東西也可以跟著我們走 那我們都給一下 都給一下 應該不用給他那個酸繩之類的 就直接走就好了對不對 應該會吧 你們會跟著我走啊 哦 只是他好像不會位移就是 哦 什麼東西 我是你的好朋友姐 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 看一下 呃 我猜應該是那個啦 就是他給我們東西是嗎 幹嘛啊 看一下 哦真的耶 拿東西給我 哎 不過 好像他還是有一段距離 我真的很難引 你知道嗎 我周圍剩兩隻吧 算了 我就帶兩隻回去就好了 好 終於還我 啊 另一隻耶 另一隻過來啊 我拉著的話 用翹似飛應該不會斷吧 哦 斷了 哦 這到底怎麼辦啊 各位 這樣子我要把他引回去 會花很久耶 就只慢慢走耶 真的假的啊 算了算了 乾淨啊 慢慢走就慢慢走嘛 總之我們有兩隻月嶺的話 應該也可以就是 飼養他們 我們就 就走回去啊 好不好 花一點時間走回去 也是可以的 哦 郭忠 我大概走了20分鐘左右吧 終於吧 月嶺 呃 兩隻帶回來了耶 啊月嶺呢 跟著我啊 月嶺比起其他 呃 動物貓啊 狗之類的 有個優點 就是他會飛 所以說渡海的時候 蠻輕鬆的 就他會跟著你渡海 但缺點也很明顯啊 就是他不會順 就 有時候我都會怕他會不會不見啦 雖然說我目前回來是沒看到他不見就是 還不錯我覺得這個新的寵物 OK想這樣子啊 我已經把兩隻月嶺都帶回來了 然後月嶺應該是不能馴服的啊 頂多就是你可以給他東西 他已經是有好生物了 你給他東西之後他好像就是會幫你收集東西 就類似這樣子的感覺吧 然後 誒我們打的到月嶺嗎 我印象中 我回來的時候 其實月嶺是有被弓箭手射到的 就 嗯 他好像 不太會被怪物主動攻擊 但 是打的到的嗎 哦 我們打不到他欸 等一下 啊還是給他東西不能夠打他 誒你東西還我 東西還我 然後 哦打的到欸 哦所以說給他東西 他只要手上持有我們給他的東西 就等於 嗯 他們是我們的寵物就對了是不是 感覺不錯啊 感覺不錯啊 然後他也可以 我猜應該是可以 嗯 稍微取代一下就是漏斗的功能吧 比如說 這邊啊很多地獄疙瘩嘛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他全部打起來 好久沒收地獄疙瘩 我們給他可以打起來 然後給他們換一下 然後他就會自動幫我收集地獄疙瘩過來是不是 哦他可以一次拿很多個欸 哇他一次全部吐給我欸 哇 所以我們只要養好幾隻的話 其實 給他不同的東西 他可以拿一堆東西來然後吐給我們 誒他有東西啊 趕快去吸啊 趕快去吸啊 不知道他一次可以吐多少給我 我猜應該是一組啦 就他一次只能拿一組應該吧 看一下 呃對對對一組 一次拿一組 嗯 該說好還是不好 但他可以飛然後 呃他又不好之用我覺得其實很好用欸 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沒辦法 把他放進箱子裡吧 如果你要讓他把東西丟到箱子裡的話 你還要做個放漏斗之類的 就感覺上不是特別有用 我不知道欸 各位真的覺得月嶺有用嗎 還是他其實有一些 隱藏的功能 然後我不知道的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的測試呢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危險性 但 我不知道 月嶺目前應該是沒辦法繁殖的 我要做這種測試嗎 我要做測試呢 就是讓他撿布什圖陞 欸欸那個 回來一下 我讓你們每一隻啊 都帶一個不死圖騰 OK吧 相信他一定會很開心的 這是寶物欸 剛好MSG小隊他們 呃有給我那個 很多不死圖騰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來測試有沒有 不過因為月嶺拿了東西啊 所以說我目前是沒辦法打他們的 但我可以用別的東西傷害他們 比如說 我想一下喔 TNT TNT感覺不錯 我們馬上就來測試看看啊 他們身上都有很多不死圖騰 沒錯啊 有一個 然後 我想一下喔 應該在哪裡試炸比較 應該要在不重要的地方炸對不對 相信過關中應該也是蠻期待的啊 蠻期待我們的這個月嶺啊 都不會被炸死啊 欸你們不要動 不要動 就這樣子 保持著 欸你回來啊 算我先炸一隻好了 你好好待在這邊 OK嗎 來來來來來 等一下他們有扣血嗎 他們是不是我炸的還沒有扣血啊 等一下 再試一次 欸真的欸各位 我使用的沒辦法讓他扣血 我靠 月嶺炸不死太扯了喔 啊那打火石呢 打火石可以讓他扣血嗎 你們過來你們過來 過來過來過來 喔我快要被他們逼瘋 因為他們一直飛 他們不會聽我的話 我沒辦法像 對付其他動物一樣 對他做奇怪的事情是不是 不要亂跑了你們 來來來來 各位 熔岩筒應該有機會吧 喔 喔 他扣血了 欸下雨 不行 我一定要讓他被燒死 因為他們看起來就很欠燒 你們進來這裡面 這裡剛好有一個小 小空間有沒有 感覺就很適合燒他們 不能在 手下留情啦 還會像這樣扶起來對不對 喔用了 欸他 他不會死欸 哇 月嶺可以用不死圖燈欸 欸你會不會死啊 你別死喔 別死 OK嗎 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 哇我的天啊 他一定覺得我人格分裂 一下就要別死 一下要跟他說趕快去死 欸回來了 我相信你沒死啊 我 我只要知道你能用不死圖就行了 啊這樣子他 欸他手上不死圖就不見了欸 哇 哇 呵呵 他真的蠻有趣的 你知道嗎 好啦 那最後呢 我覺得是還有幾個東西是可以測試的 啦 比如說 呃 陰階盒 我們把它放在地板上 我們點陰階盒 月嶺是會飛過來的 我還要跟發瘋一樣飛過來 然後他們好像就不會跟著我了 是吧 應該是吧 對對對 呃我點了陰階盒之後 他 欸你幹嘛 你不是不應該跟著我嗎 等一下我們再點一下 哦你們有看到嗎 我彈的陰斧 有朝著月嶺飛過去 然後 呃 有飛過去這陰斧之後 好像過一段時間 呃 他們會把撿到的東西丟在 呃 陰階盒附近吧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啊所以說如果我們在陰階盒附近 就是放上漏斗 就四邊 周圍放漏斗的話 其實我丟的不死圖騰有沒有 他都可以丟進漏斗裡 啊 這應該是 目前比較有用的東西吧 就我這樣子有沒有 他就會狂丟然後就會被漏斗吸進去 不然其實我站在中間也可以啊 就 讓漏斗代替我吸嗎 這個應該是比較有用的掛敵方吧 我就看他這邊漫吸有沒有 在這邊漫吸 哦算了啊麻煩死了 我自己還是覺得其實沒什麼用就是啊 不知道觀眾怎麼想 OK那最後呢還有一個東西哦 就是我們最後的這個唱片機 啊沒錯 月嶺他聽到音樂是會跳舞的 我們在這邊放一下 有沒有你有在跳舞嗎 欸老兄你應該要跳舞啊 我知道這音樂很難聽 但你應該要跳舞才對啊 哦沒事沒事各位觀眾 我那個搞錯了啊 月嶺會跳舞好像是要下一個小版本才會做 所以說現在的月嶺就是 沒什麼用東西 真的 真的就沒什麼用東西 我不知道啊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在這邊稍微測試一下 月嶺的一些東西哦 但 好像真的還好哦 如果各位觀眾有知道更多啊 月嶺這些用法 還有一些細節之類的啊 歡迎留言在下方告訴我啊 搞不好是我自己爛不會用嘛對不對 那總之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就差不多先到這 又給我們水了一集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